我觉得这台车是特别适合在晚上 或者说周末的清晨开出来自己享受的一台车 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 你真的很难找到一台纯阳油车 对性能有这么严格的追求 它就是最新的领克03家SYON 它是一台原厂就满配的改装车 而且在一个合法的外观状态下面 它还能给你一些自由度去调整 让它变得更加像你自己的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讲我觉得开过这台03家的SYON 你可能会喜欢 但喜欢归喜欢 你说这台是不是有存在必要呢 我就觉得它有点不误正业了 因为你要说买一台常规的家用车 其实03做的还挺好的 就包括形态很体面 然后它走起来那种新制品质也做得挺好的 然后里面的空间也OK 然后这次改款也把整个车厢做得更加体面 我觉得它已经肩负它应有的责任了 要有一小部分人它想追求性能 那OK你可以买03家 它还有试图当中可以给你去选 而且这个身价强健 包括外观太剑也有 你想表达自己对于性能的内容渴望 那台车已经很满足了 那为什么要在此之上还要做一台03家的SYON呢 而且这台车更贵 老实说我一直都想不通 因为我总觉得03家SYON是没有什么人会买的 但是在路上看到03家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 但真的开着这台车开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这台车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它可能不一定说要肩负着销量的重任 但这台车作为一台中国品牌的运动车型 我觉得它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其实领克在WTCR赛展上面拿了很多奖杯 它们的优势也是压倒性的 同时几台车都站在前面是家常便饭的 其实这台车就是从WTCR赛车上面的一个精神的延续 你看到这个车身的配身就跟赛车是一样的 包括外面的外观套件 比如说我就给你几个碳纤维纹路的贴片 就解决了整个事情 现在很流行做这事 但是这台车不会 这台车你会发现其实它很多细节上面的这一些碳纤维的贴片 话说它的颜色涂装都是很讲究的 你真的懂行的朋友你会觉得这台车其实有很多赛车化的痕迹在这 就把赛车上面的东西延续到这上面的感觉 而且你真的在这个价位里面 你真的去哪里能找得到一个这么大的尾意 可以说这个03加Syan它整一套外观是夸张 同时是有实用性的 所以你会感觉这也是真的跟WTCR的赛车是在共存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挺喜欢这台车的外观的 合法的滥载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而且这一次中期改款 其实这台车也会做了一些外观细节上面的变化 我觉得最好用什么 因为你知道就我们之前是有台03加的 那台车当时大家用最诟病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灯光照明效果确实一般 然后领克也把这一些信息都收集到了 你看现在晚上一开这一整主大灯的一个效果超级亮 就照明是明显提升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解决了我们以前开着03加的一个照明的固点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整个贯穿式的尾灯也变了 就整个照明亮度 整个夜间的辨识度到了超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图片上会觉得 这一次改款整个车型会有点怪怪的 在你试车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舒服的 是耐看的 但是这一台车的尾灯还是有个小的bar 当你踩刹车的时候刹车灯的亮度很高 导致于它会掩盖掉部分转向灯的照明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需要去改进的 但是外观你看到四活塞的阿基波罗刹车 然后再看到那条很好看的PS4S轮胎 这些都是性能上面的视觉中继点 所以你就真的喜欢开车 还是喜欢改装的朋友 你会觉得这外观没啥就瞧 其实现在电动车那么多 我觉得去谈性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性能已经是不值钱了 但你要说快的车一定好开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等候 很多电动车加速都很快 但是它失去了驾驶的本意 就是说整个底盘给你的响应 或者说转向的手感 其实都是不如意的 就傻坏的一台车 其实这台车我觉得你单纯去讲它的百公里加速性能 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台车给到我们最好是什么 就是那种人跟车之间的沟通跟交流 首先呢这台车用的是一条米其林的PS4S HL滑纹的轮胎 熟悉这条轮胎的朋友应该知道它不是一条普通的4S 它是一条P4S外观的Cup 2 所以你去跑赛道的时候特别是温度上来 你会发现抓地力跟普通4S不是一个成绩的事情 所以这条轮胎其实是能兼顾日常使用 包括下雨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你去赛道呢它也能很好的坚固 所以它的状况性能是非常棒的 然后刹车 其实这个刹车卡前是有点做得取巧的 因为它整个面积很大 看起来很像一个六活塞的刹车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四活塞的 就是外观做的很体面 里面呢其实对于跑街来说是很合体的 就反正整个刹车的脚感跟轮胎抓地力配合非常棒 然后到避震这一环 其实我们之前开的03家 我觉得它是一台挺好开的街车 就你可能在路上开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特别有信心 整个动力的响应也好啊 包括它四驱给你的动态反应 你会发现其实车是很随心的 但就是避震这一环呢 我始终觉得它是有点偏软 因为它需要兼顾日常使用 它是一台很高性能的家用车 对就还没到运动的那个档位上面 所以它会对性能有些保留 那这一台车不一样 它现在用的这一套Buston可调阻力的避震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是给了我们一些自由度 我们可以自由去发挥 我们比如说我用的场景是不一样 我要接用的时候 我可能在这一个弹簧K速的状态下面 把它调阻力调放松一点点 让它更适应我日常上下班的一个路况 但如果我要去赛道的时候 我也能把它调成另外一种不同的特性 我前后的动态反应我也能掌握 所以这一台车你会发现哪怕你买的是一个原厂车 但是它会给到你一些改装车的宽容度 就是这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开着这一台车快乐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的马力很大 或者说它加速的时候有那种绝对的冲击感 而是因为那种从底盘 从轮胎从刹车 包括转向动态给你的那种协调的感觉 就不是说我自己买一台原厂车 然后花了几天时间就能调整出来效果 它是那种你能感受到 有一个团队为你去调整一台很均衡接车的感觉 你开着觉得这是自己的手脚 很协调的那种感觉懂吗 而且除了这些机械层面给你的那种质感以外 这一台车的排气也是我觉得很讲究了 其实这一台车的排气声音真的很好听 你就开久了以后你会觉得这声音是非常上脑的 你要跟改款前的03家Science去比的话 这个会做得更加的厚实 我真的建议你们去试一下 试了会上瘾的 你现在花二三十万想买一台排气声音好听的车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把自己的车做得更加的安静高级 包括我们以前的那台03家 它其实能够给到你是一种 你坐在驾驶室很嗨的感觉 但是在外面呢 你没有那种分享的喜悦 打开车窗 你会发现车内车外是两种效果的 但这一台03家Science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有阀门 如果你不想打扰到别人想安静的回到家 其实这台车能做到悄无声息的让你回家休息 但如果你想着说我想在周末的清晨去跑山的话 这台车排气的声浪一定能让你满足这种自私的需求 就真的会越开越快乐 就伴随着这种排气声音给到你那种转速攀升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一切 就是我以前最想要那种 old school 开着平民运动车那种感觉 就有那种手脚协调 包括声音享受也能对等的感觉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去做那种模拟声浪 做的太多了 大家觉得假 但是这一个是匹配的 所以它真的是懂我们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享受 明白吗 这一台车的驾驶模式 就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03加Syan本来就定位比较运动比较讲究性能上的车 但是这一台车的舒适模式其实是不太压得住这一台车的 你要去到经济模式 这台车可能才会给到你那种03的感觉 你能自由的开着它去买菜去上下班去适应不同的路况 那是OK的 低调就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为这台车的车身颜色跟外观套件已经很鲜明的告诉你 这不是一台普通的03 但这台车最有意思就是它的运动模式 因为平时我们看到运动模式的标定可能就是把这个变速箱换挡的节奏调快 但是一脚油门全下去好像觉得它跟其他的模式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最懒的标定方法 但是这一台车很不同 首先运动模式的换挡节奏它肯定是要快的 但是去到刹车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它会降挡补油 而且在我不需要用Pedal Shift的状态下面就能完成 可能你看着觉得硬件机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内在的那种调整那种协调的感觉 就是从这些细节上面给到我们的 而那个赛道模式它就会给到我们另外一个层面 首先你会看到这个仪表的样式是不一样的 另外这台车的功率会是全功率的输出 那台车才是真正的03加塞 哇 真的你用过运动模式再去到赛道模式 你会发现它是另外一片天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不是说因为我是一台追求运动 或者说驾驶自赶的车 所以我都得天天精神紧绷的去开着它 不用 这四个驾驶模式其实就给你分担不同的生活场景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是一个很均衡的车 而且哪怕它用着这么薄的一条PS4S的轮胎 你真的每天上下班遇到不同的路况 你都不会觉得这是一台很颠的车 你只要把这个阻尼调的恰当的话 其实这一台车真的可以兼顾你很多不同的路况 你自己随意去挑 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加适应你自己风格的一台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台很好的自私车 同时也是一台很好的家用车 它是一个中国运动车型的代表 我觉得这一句话一点都不过 哪怕它其实卖的不多 但是起码对于我们来说 中国的运动车型 它还是有一个期待的 这一次中期改款 其实所有的03都做了一套全新的内饰 就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这两组都是超过12英寸的一组屏幕了 就以前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 就是我们那台03家 它每一次凿车都需要热机的 就不是说发动机要热 而是这一个主机要热 你就等半天它的屏幕启动好了 你才能用那个造车影响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慢得很过分 但是这台车不一样 它现在用上了515的芯片 其实515我们在极客001上面已经感受过了 确实换了以后流畅很多 这台车也不例外 你就能感受到切换不同驾驶模式的时候 你会看到到一个很精致很顺畅的CG动画 所以就真的会好很多体验 而且你导航也不会卡 也不会说飘移了 所以换了这个新的主机 从使用感受上面是个好事 而不是说一个单纯炫技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一组屏幕现在是可以支持上下滑动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当然这个东西 我觉得形式主义大过实际意义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反正白天看 我觉得无论哪个角度 它都不会反光 我都能用着舒服 就是这种感觉 而除了这个以外 这一台03家的Siant 我觉得比03家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它真的对于性能追求到 你看到内饰上面 这上面都是一个帆毛皮的顶 而且没有天窗 就你真的喜欢玩车的朋友 你觉得天窗就是一个废物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刚性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要没天窗的车 才能更好的去代表它的精神 最好车顶给你来一个探顶 更好的去做轻量化 我觉得这些都是细节上面 对于这种性能化或者轻量化的 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哪怕它轻了可能作用不太大 你多做一个人 可能就把这个事情给抵消掉了 但是这种形式主义还是要做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算做得比较彻底的 你想买到普通的03把它装扮成这样 也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对于整件事是有追求的话 其实这台车全都可以给到你 我有通风座椅 我遗体座椅 有这些帆毛皮代表性能的所有细节都在这 所以它给到你的是一整套解决方案 你不需要去费心思 慢慢自己想着 我到底要哪个避震 我需要调什么的主题 才能让这一台车改装的更好 原厂就是通过他们的计时团队 去给你调到一台很好很平衡的03加Science 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 因为我一般都会只想到03加这种水平 或者说GTI这种水平 或者说福克斯ST这种水平 对它就是一台做得挺运动的平民车 我可以买菜 但我的性能比较好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没想到它能做出一台 真的原厂已经匹配的那么完善的一台改装车 所以这台车真的从驾驶层面是让你越开越喜欢 ätzen大家 欢迎订找我们频道 谢谢大家 孩子 implemented